日前,雄安新区启动区东部社区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该项目是集政务服务、社区服务、商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社区服务中心 未来将服务5万人左右 一个创新公共服务机制综合了政务服务、社区服务、商务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液态的一个项目 未来将形成以一公里为半径的一个生活服务圈 服务人口的话约5万人左右 在东部社区服务中心项目室内 记者看到工人正进行墙面的砌柱 据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启动区东部社区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苏毅介绍 目前该项目已进入二次结构和机电安装的施工阶段 我们现在位于启动区东部社区服务中心商业楼的一层 我们整个启动区东部社区服务中心的商业体量约4.1万平米 一层现在这个位置主要是我们的一些品牌的主力店 还有一个便民服务的菜市场 我们招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过程中 将来的整个商业的将为我们社区中心赋能 为周边的这个居民的提供一个配套的大型的综合体的商业服务 苏毅介绍该项目包含派出所行政管理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多功能运动场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养老照料中心 工疗康体服务中心等多种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 与公共配套设施 在我们的东侧是我们的工建配套 包括行政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中心 那么项目建成以后 由政府负责运营 在我们的西侧是我们的公共服务业态 包括养老中心 社区文化中心等 建成后 由专业的运营机构来负责运营 雄安新区启动区规划面积38平方公里 承担着北京非首都功能首批疏解项目落地 高端创新要素极具 高质量发展引领 新区雏形展现的重任 雄安新区启动区东部社区服务中心项目 是雄安新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根据需工计划的安排 我们计划在明年年底 实现整个项目的竣工 未来投入使用以后 也将为入住启动区的输解企业 和入住在周边输解企业的相应的居民 提供更大的这种生活保障